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月屏小视频 然后这期聊聊魏如轩 最近她是因为去了芒果台那个生生不息宝岛记 唱了几首歌 如果你是因为这个节目才知道的魏如轩 那么以至于想去了解她的话 这期小视频可能会对你了解她有些帮助 魏如轩是1982年生人 家里做生意的 她父亲叫魏怀良 是竹联邦太极堂的堂主 现在已经去世了 但据说还是那个堂口的精神领袖 魏如轩小时候老转学 一会儿花联一会儿台北的 然后高中的时候读的是异校 学的戏剧 她的有一个同学叫王心灵 然后后来毕业之后上班 是电台DJ他的工作室 2004年左右开始的 然后后来聚焰巧合认识了齐哥 组建了《自然卷》这个乐队 我记得当时听《自然卷》的时候有点颠覆 首先是音乐当中 音乐里面就有一种幽默感 更重要的是歌词 当时没有人这么写 当时觉得他们有一种能力就是把无聊的景象写得煞有结实 我有幸看过一次《自然卷》在北京演出2007年的时候 但是很可惜那时候魏如轩应该已经退队了 在退队之后一年呢 魏如轩就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叫做《甜蜜生活》 这里面有一首歌当时其实并没有传唱开来 但是呢 它藏在很多女生的MP3播放器里面 这首歌就是《女人惊痛时》 记得当时男生也会听这首歌 但是几乎所有的男生都会把这个歌名而念错 然后他们旁边的女生一定会纠正她 不是女人痛经时 而是女人惊痛时 而且还会补上一句说你们男的就是这么不注重细节 那段时间呢 他演了一个电影叫做《花吃了那女孩》 认识了负责配乐的陈建奇 陈建奇是在台湾拿过几次金曲奖的一个音乐人 其中一次是参与《五月天诺亚方舟》的编曲 还有一次呢 是参与《无人知晓》的制作 陈建奇接触《微游戏》之后呢 发现她其实并没有《自然卷时期》表现那么快乐 那是表象啊 然后在她身上发现了很多黑暗的东西 于是认识她之后 帮她制作了第二张专辑 第二张专辑呢 叫做《优雅的刺猬》 其中有一首歌呢 我非常非常喜欢 叫做《你是不会当树吗》 有传说 这首歌讲的是树脏 再后来到了2011年 那时候我跟我的搭档创建了《坏点调频》 一开始还挺火的 然后好多身边的朋友都找我们帮忙做宣传 那时候正好有一个朋友开了一家公司 然后代理吴薇如轩在这边的一些事务 然后我们就约在那时候还没那么没落的 街外SOHO一个咖啡馆里头 跟她聊聊她的创作 如今想来啊 那期采访做的很糟糕 不过呢 还是出于礼貌 她临走的时候呢 因为给了我们一张在哪里的那个单举叠 可能是因为采访很糟糕吧 所以心里愧疚 所以那个时期呢 她的专辑呢 因为愧疚我听了很多遍 当然我觉得那时候听很多遍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她那时候写的歌词比较晦涩 你要不多听几遍的话 其实很难理解的透彻 当然我多听几遍之后 还是没能理解的很透彻 所以呢 她那个时期的歌 我相对来说更喜欢比较直接的三个字 收录这首歌的专辑呢 叫做不允许哭泣的场合 但是我当时看来呢 其实那张专辑我觉得有一个遗憾 就是不允许哭泣的场合 是一个绝佳的主题 应该是用来写歌的 但是很可惜专辑里并没有那么一首歌 不过好在到了第四张专辑 就是还是要相亲爱情啊 混蛋们 那张专辑的时候呢 这样的歌有了 就这种歌名就是你一看 就想叹记究竟 哎呀 我想看看你倒是怎么想的 关于这个问题 因为她当时跟陈吉珍是一个公司的 所以陈吉珍呢 也在这张专辑里呢 给魏如轩写了一首歌 叫做不确定的世界里 再不确定的世界里 与此同时呢 她也参与了这首歌MV的演出 这首歌的MV也拿到了来年颁发的 金曲奖的最佳录影代奖 也是这个时期 魏如轩第一次站上了小巨蛋 声音乐人在上座率的问题上 小巨蛋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2016年 魏如轩发行了她的第五张专辑 叫做末路狂花 这时候呢 魏如轩也加盟了一个新的经纪公司 叫做好多音乐 好多音乐的网站呢 特别可爱 在网站最上方的那个信息栏里面 他们写的是好多艺人 好多作者 好多作品 好多活动 好多新闻 另外魏如轩自己也参与入古里加咖啡 就叫好多咖啡 末路狂花这个名字呢 是源于1990年代初的一个电影 讲的是两女孩开车出去玩 然后愈人坏人了 然后把坏人干掉了 反倒被警察追 迫不得已亡民天涯的这么一个故事 魏如轩说 之所以用这个当作唱片的名字 是因为他觉得当时 别人对他的期待很多 然后再加上那个时代信息爆炸 让他觉得很有压力 想落魂而逃 他在芒果台里面唱的那个 就是出自这张传记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里面 这段像是在赞美日常的歌词 我最喜欢和你一起发声的 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 面对面看着彼此咀嚼食物 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 多灾多难的世界 不求伟大的报复 只求安安稳稳地走完一生 就已经很幸运了 这段传记也是我觉得魏如轩最好的一张 当年情趣讲五个提名 但很可惜 一个都没拿到 我记得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 魏如轩当了母亲 在他最新的专辑里面 有一首歌叫变形金刚 描写的就是他当妈之后 照顾孩子 然后忙着三头六臂的那个感觉 其实我就是觉得他最新的专辑 没有上一张藏着并不等于遗忘 那么有力量 因为光是藏着并不等于遗忘 这个名字 就已经能说明很多东西 所以节目的最后 在推荐这张专辑的两首歌 一首叫做Ophelia 是李格蒂写的词 李格蒂这个人 他在写诗的时候叫夏宇 写词的时候叫李格蒂 最后我想选这首歌 作为这期节目的结束 因为在他所有作品里头 这首歌是让我最感动的一首 可能也加上这个MV里头 有陈珠生的演出 他那时候应该是刚演完 达夫布拉斯 还在很多人心中 都有那个落寞的人设 这首歌叫做陪着你 最后就是希望大伙能够点击订阅 开启小铃铛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一首歌叫做陪着你 最后就是想要够点击订阅 我一首歌叫做陪着你 最后就是想要够点击订阅